我被吓一跳 我们找到了一个隐藏的路口 去看最美丽的日出 从海面上浮出来的日出 真的好漂亮哦 耶 终于到了Santorini 如果要去Santorini旅游网站说 要先订好机场接送车 所以我在新加坡的时候 已经跟我的Airbnb订了 帮我安排机场接机 从Santorini机场到伊亚 需要搭个20分钟的车程 但是因为沿路都看得到海 所以时间过得很快 一下子就到了Airbnb了 Airbnb的阳台是面对海的 所以每天都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海景哦 到了Airbnb休息了一下 我们就去吃晚餐了 因为看到Airbnb的简介上面 介绍了附近的餐厅 所以我们决定去试试看 我们点了Stream Salad Seafood Linguini 还有Steam Mussels 这一餐大概是40欧元 而且还要给个2-5欧元左右的小费 吃完晚餐后本来想要去看夕阳的 结果没有想到这里的太阳在6点半就下山了 之后就天黑了 因为呢没有看到夕阳有一点点扫兴的回Airbnb的时候 竟然看到好漂亮的夜景哦 原来Santorini的夜景那么漂亮 而且我们还很幸运的看到月亮升起来耶 Santorini的夜晚真的非常热闹 但是因为时差的关系 我们早早就去睡觉了 因为旅游网站说一定要去Amudi Bay 看夕阳吃晚餐 所以呢我们也订了餐厅 享受去体验一下这里最漂亮的夕阳 要去这间餐厅还要走个200个阶梯下楼耶 我们要去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这里是Santorini可以看到 很棒的夕阳的地方 但是这里一路上都是驴子大便 我看到驴子了 这些驴子是来在那些不想要爬楼梯的游客上去最高点的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有点残忍啊 我被吓一跳 因为它叮叮叮叮叮叮 所以这边就是一面看夕阳 一面吃东西的地方了嘛 终于到了餐厅 但是后来又发现了一件事 就是这个餐厅根本看不到夕阳啊 原来我摆了一个大乌龙 因为阿木地北有很多餐厅 这间餐厅刚好因为角度的关系 看不到夕阳啦 但是没关系 他们的食物真的很好吃 而且没鱼虾也好 这里的赤壁看起来真的很壮观 但是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这里是观光景点 所以我们这样随随便便点了三样东西 就有100欧元哦 哦好贵哦 我觉得有点不值得耶 真的不经意是不长一致 这趟旅行也让我发现了我自己的缺点 就是我的功课永远都做一半就行动了 而且呢原来我真的是kinesthetic learner 就是要从做事的时候学习的最快 哎呀难怪我以前做实验一下就学会了 吃饱饭后我们发现了一个更好看夕阳的地方 而且你不用坐在餐厅里面哦 吃完晚餐还要从黑压压的地方 小心就要踩到驴子的黄金 然后再往上爬个200个阶梯 才能回到Airbnb 跟你们说我觉得我们还蛮幸运的 爬上阶梯以后呢正在看到放烟火耶 因为没有看到夕阳有一点点失望 所以我们决定开始追逐日出 首先我们先做了功课 看看这个岛上哪一个方向看得到日出 就往哪一个方向去 经过了研究以后 我们发现了最靠近我们 有看得到日出的海边是Pori Beach 所以呢做了这个简单的功课以后 我们就花了30欧元跑去租了一辆摩托车 准备弥补没有看到夕阳的遗憾 结果这里真的超夸张的耶 路口在公路的旁边 而且被挡住了也没有真正的路口 我们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个楼梯 那因为早上真的太冷了 所以呢你看我穿的衣服 也是有一点点搞笑 我穿了一个马上下的衣服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還好來得及看日出 從海面上浮出來的日出真的好漂亮喔 跟你們說這個海灘是Pebble Beach 所以呢如果你穿拖鞋來會很難走 所以我們當時看了網上的建議 我在新加坡的時候就已經先買了防水紫滑的橡膠鞋 在這裡走呢才比較輕鬆一點點 這整個海邊啊沒有其他人 可能是因為那個入口好像有點被擋住了 沒有人會來這邊 我們剛好幸運喔 看到整顆蛋黃的日出耶 太開心了 追到日出真的好開心喔 而且這是我人生看過最漂亮的日出耶 你們看過最漂亮的日出在哪裡 留言分享讓我知道喔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下一個影片呢還要帶大家去看更多美麗的風景 吃更多美食 記得訂閱開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在第一時間看到最美麗的風景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啦 掰掰 掰掰